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就要講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會連續用兩個禮拜的時間 來談它 那它呢是從此之後 你們不管是在這個學術的期刊上 或自己的研究上呢 差不多很難避免 或者是說你最常最常 很普遍就會遇到的東西 叫什麼東西呢 叫做Analysis of Variant Analysis of Variant Analysis of Variant A-N-O-V-A 什麼意思呢 東文簡稱做Anova 所以你們一天到晚會聽到人家 Analysis of Variant 其實就是這個 Analysis of Variant 那東文叫做是什麼呢 變方分析 這個是Variant 變方分析 變方分析 我們今天要講的叫做是 One-Way classification 等變方分析 什麼叫One-Way classification 那中文翻作是單分類的 OK 那我接下來講一下 什麼叫單分類的變方分析 它用來做什麼東西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會做的是什麼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它是不是相同 對不對 用什麼的test t-test t-test 好 那現在要更進一步 三個以上的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或者是四個五個等等的 就是三個以上 它的平均值 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這樣子 那為什麼叫做單分類呢 單分類的話 是為了跟我們以後的 來做有一些區分 所謂的單分類就是說 一個因子的裡面的很多個 三個以上的 treatment 平均值的分析 那舉個例子來講 比較容易 譬如說 我想知道 這個溫度 溫度的影顯 溫度呢 就是一個分類而已 就是一個因子 那溫度之下呢 有幾個溫度 有幾個 treatment label 譬如說呢 有15度C的啦 20度C的啦 25度C的啦 30度C的啦 這個都是叫做溫度這個因子 對不對 所以溫度一個因子 就叫做一個分類的 這樣了解嗎 那在這個溫度之下呢 它的level呢 是有三個以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然後我們要知道這三個 三個 treatment label 它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那相對的是什麼 就是說 有沒有叫做兩個因子的 有的是下學期才要教的 譬如說我同時要知道說 溫度跟鹽度兩個因子 就是對於什麼什麼 魚的成長 好的 這個影響 好 那溫度 是一個因子 溫度之下 有幾個溫度 這個叫做 四個 treatment label 然後呢 鹽度 鹽度 譬如說是什麼 你想要15 20 25個 PPT的鹽度 好 就是鹽度有三個level 類似這樣子的 實驗設計的話 這樣子的話就是什麼 兩個因子 一個是溫度的因子 一個是鹽度的因子 有三個level 然後組合起來的實驗設計 這個叫兩因子的設計 那我們現在所講的one wave 就是只有一個因子 這樣了解嗎 只有其中的一個因子而已 那一個因子的話 我們叫做one wave 那一個因子 然後之下呢 有幾個不同的level 他的treatment level 他的treatment level 我們叫他做treatment level 有四個treatment level 那這個就是符合我們現在講的one wave snova要來做的是什麼 這四個treatment level 這四個溫度呢 同樣都是叫溫度的效應 對不對 四個溫度不同的溫度呢 那他對於我們所要測的 這個反應的這個值呢 的影響是不是一樣 或者說這四個溫度的mu 是不是相同 這樣了解嗎 所以one wave anova 就是要來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等於以前我們只做兩個 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現在擴展到三個以上的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那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他做這種測試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好 這樣以上的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點怪怪的 這個平均值喔 為什麼扯到變方去了 變方分析 而且是anite的分析 對方分析 而且是anite的分析 就是anite的分析 那些分析人ite的分析 對方分析 對方分析 例如你同樣的分析 那就是anite的分析 這個分析 這個是anite的分析 衹要來分析 這個是anite的分析 這個是anite的分析 即使形成為分析 對方分析 用什麼東西來做TEST? 用F-TEST 欸?你想想看 以前我們教的F-TEST等於什麼? 兩個讀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我們用兩個樣本的VARIANCE相除 然後看看它是不是Follow那個F-DOTRIBUTION 是不是?這是什麼? 用來TEST什麼? 兩個讀群的VARIANCE是不是相同? 是不是這樣子? 用F-TEST是這樣子的? 是來TEST VARIANCE是不是相同的? 欸?現在要用F-TEST來做辯方分析 是要TEST什麼? MU是不是相同? 是不是很怪異? 所以腦子會轉了好幾個彎 這是為什麼我們這個要花兩個禮拜的時間 來跟大家說明 所以今天要講的就是告訴你說 它怎麼樣子? 它的背景?它的邏輯? 為什麼可以用這種辯方分析? 變方來看它的變方的方式 來分析MU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下個禮拜就實際的進入到計算的過程 所以我們這兩個禮拜的分配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麼我再把這一個變方分析講出來 什麼叫做變方分析呢? 什麼叫變方分析? Analysis of Varus 那麼它這邊寫的以中文寫 它的意義什麼叫變方分析呢? 就是呢什麼? 把平方合 把平方合 劃分成 幾個成分 然後怎麼樣呢? 可以 可以 用來 測驗 兩個 以上 族群 均質 什麼叫變方分析? 請你先把它寫下來 然後呢 我們會一步一步的來說明 什麼樣子呢? 它是怎麼樣? 什麼叫變方分析? 你把平方合 平方合是什麼? summo square 對不對? 平方合 劃分成幾個成分 分成幾個成分 好不好? 然後呢 把它劃分成幾個成分 用來做什麼呢? 它就可以用來測驗兩個以上讀取 均質是不是相等 平均質是不是相等 跟你說 所以我們會分成兩個階段來講 第一個階段就是 想辦法把平方合 劃分成幾個成分 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把它劃分成幾個成分以後呢? 是可以用來當作是測試 平均質是不是相等 這樣子的你說呢? OK 這樣子兩個階段 一個講法 下面我們接下來會繼續做的是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現在還不太清楚 但是呢 把它寫下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那什麼叫做平方合? 平方合是什麼? 我有一堆的觀測值在這裡 然後我要看它的變異的時候 我怎麼樣子? 就是YN 我要看它的變異這些數值的 稱之不齊的程度 為什麼做? 每一個YI減掉什麼? 它的什麼? 平均值 以族群來講的話 減μ 以樣本來講的時候 就減掉 減掉它的平均值對不對? 把它平方起來 然後呢 然後把它合起來 假如是以樣本來講的時候 就是這樣對不對? 而且以族群來講就是減μ對不對? 好 上面這個就是什麼? 上面這個就是平方合 平方合就是什麼? sum of square s 這個就是sum of square 這是sum of square 這個sum of square 平方合 下面出於什麼? 它的degree of freedom 出來就是什麼? variance 對不對? 是不是? 假如是補群了的話 我們用這樣子 量本的時候用這樣子 可以嗎? 是不是這樣? 所以平方合 其實也是在講變方 對不對? 是不是? variance就是變方 平方合是不是在講變方 平方合跟變方的關係 只是平方合在除以一個 developed freedom 就變出來 是variance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它這邊什麼? 要做變方分析的時候 它是把平方合 劃分成幾個成分 然後之後呢 這個是最怪的 對不對? 他們sum of square 是在做變方的東西啊 那為什麼可以用來測試 平均值是不是相等 這樣子的一個new hypothesis 讓得你說呢? OK 好 所以把這個記在心裡面 這個叫平方合 那這邊variance 樣本的variance 我們以前用這個s平方 來當作它的符號 對不對? 這一個s平方也可以寫作ms ms的話 叫做是什麼? mean square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個東西 這個s平方 跟mean square 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用不同的符號來表示而已 為什麼呢? 這個是s平方 對不對? 那s平方是什麼意思? sum of square 除以degree of freedom 那出來呢 也叫做是mean square 把它平均起來的quare 所以這個s平方的另外一個寫法 叫做ms mean square 這樣可以嗎? 他們兩個是相等的 相通的 可是有的時候 有人用s平方寫 有人用ms寫 那在這個anova的時候 你比較常會看到的 是一直用ms的方式來寫 所以ms的話其實是什麼? ms的話其實是它的sum of square 除以degree of freedom 以後就是ms 這樣可以嗎? 好 有了這些準備了以後 我們開始來看 什麼叫做是這個變方分析 怎麼樣是把平方核 劃分成幾個成分 這樣子 那麼為了要開始把大家帶進來這個領域呢 我們需要有一些一般的基本的數學符號 也就是說對於這裡面的這些觀測值呢 給它這個符號 那符號呢 你一開始可能比較不認得 所以呢 我們在旁邊再配給大家一個例子 看著那個數據的例子呢 然後變成那個符號的的話 那這樣你可能就比較容易了解 那我們這邊做的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呢是有三個試量 三個試量 所以呢 它的treatment呢 它的treatment呢是有三個 譬如說一、二、三、三個試量 它要做三個 不同的飼料 對小豬增重的影響 那以前我們只有做兩個飼料對不對 兩個飼料什麼? 一個歐羅肥、一個豬胖胖 現在指是什麼? 歐羅肥跟豬胖胖不夠啊 我們的那個 我們那個研究 開發的實驗室呢 又做出來 另外一個叫什麼? 多羅肥、豬胖胖 豬的豬胖胖以外還有什麼? 豬圓圓好了啦 豬圓圓 另外一個 兩豬啦 豬都是圓圓圓的 好了 多羅肥、豬胖胖跟豬圓圓 翻手 那你不能說 你那個多出來 你怎麼可以這個 新開發出另外一種飼料呢? 沒有啊 但是你那個統計的那個知識不足啊 那統計知識足了的話 怎麼不可以多開發出 一種新的飼料出來 然後多測試一個呢? 當然可以 好 現在就有三種飼料 所以三種飼料呢 它其實相當於是什麼? 三種飼料去養 同樣的這種 小豬的的時候 那麼 它到一個月以後的增動呢 這是它的三個族群 好不好? 這三個族群 有三個族群 那小豬的增動是這麼多 那我們做實驗 只是呢 從這裡面 譬如說 每一個呢 取出五隻小豬來做而已 那這裡有五隻 那個也有五隻 然後呢 這個呢 也是找了五隻出來做 這樣子 所以我們手頭上有的樣本是什麼? 是這五隻樣本 這個五隻小豬呢 是給了歐羅肥的飼料養了一個月以後的狀況 這是五隻小豬給了豬胖胖 這是五隻小豬給了什麼? 豬圓圓的飼料 養了一個月以後的結果 所以我們手頭上有著這些樣本的結果 我們想要測試是什麼? 假如這種飼料對這個小豬來講的話 對整個小豬的族群的時候 這個μ1、μ2、μ3是怎麼樣子呢? 是不是相等呢? 我們想要測試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手頭上有這些的 這些小豬的增動 三個不同的飼料 我們要從這個三個的平均值來看 這個獨群的三個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這樣的意思 那你當然呢 也可以這所謂的三個獨群 也可以不經過人為的這種操作的這種實驗 你也可以是什麼? 我想要知道這個 什麼? 你們最愛是什麼? Saka 單腳魚 那不要用Saka好了 你沒有上過猜字嗎? 那我們說烏魚好了 我們要知道烏魚 好烏魚呢 到了12月的時候 到哪裡啊? 我們去看 到基隆港、台東港跟高雄港 抓的烏魚呢? 三個地區 它的公的烏魚重量 是不是相同? μ3相同 那你也可以這所謂的族群的平均值是怎麼樣? 自然界的沒有經過你人為操作的東西 也可以是什麼? 經過你人為操作的 譬如說像是什麼? 像是我想要知道 好 這個飼料的影響 或溫度的影響 或者什麼? 嚴度的影響 經過你人為操作 但是基本上是 就是幾個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手頭上我們有的只是樣本的值 好 我們把這個樣本的值寫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手頭上有的這些樣本的值是怎麼樣子 所以呢 一個月以後 你的小豬長的增動是這麼多 這是實際的數據 這五個數據就是這邊的五個數據 個別是這五個數據出來的東西 這就是你的樣本的東西 好 基本上 這是我們手頭上有的這個三個不同的樣本的數據 好 三個不同的飼料 那我們首先 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運算 我們可以算什麼 每一個飼料 養出來的小豬的合計的值 可以嗎 好 把他五個小豬的增重值加起來 是這樣子 然後呢 全部 15隻小豬的這個總計是多少 是90 所以90是什麼 把這15個數字加起來 或者是呢 把這個三個加起來 也是90 對不對 那你還可以算平均值對不對 每一個treatment的平均值 好不好 25除以它是有五隻小豬來的 所以平均每一隻是五的意思 45除以五是九 20除以五是四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叫做總平均值 叫做六 那六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總共15個 合起來是90 那90除以15當然就是六了 知道嗎 好 假如你手頭上有這樣的一組數據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用符號來表示 數學符號來表示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來表示呢 同樣的齁 從左邊到右邊 只是把它什麼 把它一方畫而已 所以我現在呢 有的樣本的treatment 1、2、3 是什麼東西呢 我的樣本或者是我的treatment呢 我是用i來表示 i等於1一直到k的 那我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k就是等於多少 3的意思 那我的每一個treatment下面呢 的重述 重複或者是replication呢 是有幾個 是用z來表示 那z呢 是從1、2 一直到多少 到n個 到這邊呢 是5 那我的n呢 是多少 n等於5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裡面的數值呢 叫做是什麼 用yiz來表示 所以第一個數值叫y11 裡面的數值呢 觀測值我們用yiz來表示 那第一個數值i是表示什麼 前面的這個數值i是表示 它是第幾個treatment的 或是第幾個樣本的 那第二個呢 是它在這個樣本裡面的 第幾個重述的值的意思 這樣知道嗎 z是這樣的表示 所以對於3 假如我們用一般式來表示 我們叫做ye這個觀測值 那對於7 這個7的值我們用的是什麼 y12 一直到這樣 叫做yen 那第二個樣本 那個9的那個數值 我們就是y21 y22 類似這樣子 一直把它寫下來 叫做什麼 y2n 然後這個呢 就是什麼 y31 y3n 那我們的k就是等於3的意思 就是treatment 最多有3個 這樣子 好 我們得到的下面的數值呢 我們怎樣來算呢 第一個 我們要看它的合計的時候 每一個treatment的合計 我們把它兩邊分開來 或者喔 攪在一起了 好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算每一個treatment的這個 這個合計的時候 所以下面的這個 合計的數值是什麼樣子 y y什麼 y3z 然後呢 z從1到n 反而合計起來的意思 聽得懂嗎 y3z 然後z從1到n 反而合計起來 叫做t3b 所以這個呢 叫做t1點 t2點 所以t1點 就相當於我們的25 t2點就相當於我們的45 t3點就相當於我們的20 所謂的一點就是說 這一個電數呢 被合起來 被加起來的意思 就是我們做這個 我們本來裡面的數值有叫做是 iz 的 rate 那把這個z 的這個數值整個加起來 的話就變成一點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的話就表示說 把z 的數值整個合起來 變成T3點的意思 那有的時候呢 偷懶啊 偷懶就怎麼樣 連這個點都不寫了 就是直接寫什麼 T3T2T1 就直接寫這樣子的 連點都不寫的 然後呢 它的平均值呢 就是什麼 我用這個數值去除以n 除以它有幾個個數 出來呢 就是y的點 y bar的點 所以這個的 y3點就是我的 y bar這個就是 然後這個y2 y1 bar就是這樣 每一組的平均值 那當然你一偷懶起來 你也會變成是什麼 連點都沒有的 就是y1 y2 y3 這樣子 可以嗎 有的時候連那個點都把它省掉了 就變成這樣 那出來的這個總和呢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把它全部加起來的 就是y i z z從1到n i從1到k 全部加起來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叫它是什麼 叫Grain Total Grain Total Grain Total 然後呢 總平均值是什麼 就我的Grain Total 去除以它有幾個數值 kn的數值 這樣子的時候 我把它叫做是總平均值 叫做y bar bar 兩個bar 所以這邊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所謂的平均值呢 有一個叫做y bar bar 帶了兩個扁扁的槓槓在上面 這個y bar bar跟y bar是不一樣 y bar一個bar 各個treatment的平均值 兩個bar的是總平均值 這樣聽得懂嗎 可以喔 所以呢 所以兩個bar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6 一個bar的就是這個 這個y1 bar y2 bar y3 bar 類似這樣 好 變成這樣子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講解了 所以把它放在那裡 有一個概念在它這裡 好 那為了我們A版的原因 我們需要一些空間 好 我們開始來看 每一個數值叫y i z 對不對 y i z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寫成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左右式的槍桶 y z 減掉 y i 加上 y i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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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左右兩邊相等 對不對 好,我們先把它挪過來 把後面這個挪到這邊來 YiZ減掉Y爸爸 等於什麼東西呢 YiZ減掉Yi 兩個兩個把它刮起來 這樣刮起來 然後呢 YiZ減掉Y爸爸 這樣可以嗎 兩個兩個把它合一加起來 先把它寫出來 這個後面會有用的 你把這個移到左邊來 然後其他兩個兩個把它刮起來 是不是變成這樣 所以這邊呢 我讓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YiZ是什麼 YiZ是這個最小的數值 叫YiZ對不對 每一個觀測值叫YiZ 然後它高一等的是誰 那個Y bar 然後高兩等的呢 最高的那個是誰 總平均值是什麼 Y bar bar 在這裡 對不對 有一個在這裡 這樣Y bar bar 這幾個東西 把它弄出來 把它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我們這個會用到 你把這一個式子先放在那邊 一下 把它放旁邊一下 等一下要拿來用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個放到左邊 放到右邊來 YiZ呢 其實是等於怎麼樣 Y bar bar 加上 一個什麼 一個 我們把這個放到這裡來 Yi 減掉 Y bar bar 然後再加上一個 YiZ減掉 Yi 這樣子 可以吧 可以吧 只是把它 螺來螺去而已 這個在告訴我們什麼意思呢 在告訴我們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看齁 這些平均值 就是這幾個平均值的Rain 這幾個平均值跟Y bar bar之間的差 代表什麼 我可以用什麼 Y1減掉Y bar bar這個值 然後呢 Y2 bar減掉Y bar bar 還有呢 Y3減掉Y bar bar 這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些平均值 這個平均值的什麼 不同 就是 我們假如要算說 這幾個平均值 有什麼變異 有多大的時候 我們怎麼算 就用這個值把它平方起來 然後把它加起來 一個sum of square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代表的是什麼 這個是treatment的效應 這個代表的是treatment的效益 treatment的效果的意思 也就是說什麼呢 例如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會用什麼 這個就是Y1 bar Y2 bar Y3 bar 對不對 我們用了什麼 5減6變成多少 負1 9減6增3 4減6負2 這表示說什麼呢 我為什麼這個叫做是有一個負1呢 這個負1代表的是 我接受了第一個飼料 所以呢 有這個第一個飼料的效應叫做 我減1 就是我的Y1 bar 減Y8 bar 是負1 第二個飼料呢 我接受了以後 我就會加了3 加3分上去 第三個飼料呢 我接受它以後 我就減2分 就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是什麼 我把這些Y bar呢 做一個什麼樣子 把它變成總共的效應 假如變成0的的時候呢 就是負1加3加 負2是不是變0 搞得變 總共的效應變0的的時候呢 第一個飼料 我就要減掉1 第三 二的飼料我要加3 第三的飼料我要減2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代表的是什麼 飼料的效應 或者是treatment的效應 那所以呢 我們以model來看的時候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它的model One Way ANOVA的model 是怎麼樣子看它呢 就是對於每一個YiZ之所以 所以產生那個什麼3啊 7啊 7啊 6二等等這個數值 它是怎麼來的呢 它用了另外的一個角度來看這個YiZ 是怎麼樣 它有一個總平均值 總平均值 加上了一個什麼 treatment的效應 加上了一個treatment的效應 這個是什麼叫treatment效應 因為它接受了某一種飼料 所以有了那個飼料的效應 加在它身上 啊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random error 那treatment的效應 用什麼來估計呢 用這個來估計它 YiZ剪掉YiBAR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treatment的效應 然後呢 random error用什麼來估計它 用這個來估計它 YiZ剪掉自己的YiBAR YiZ剪掉自己的YiBAR YiBAR 什麼叫做random error 我給它同樣的3個 飼料之下 那為什麼這個之間 是不一樣的數值呢 為什麼這五隻小豬 出現不同的數值出來呢 我都給它同一個飼料啊 出現不同的數值 這個不同的數值呢 就是來估計random error的 OK 所以random error是什麼 每一個數值 就是減掉自己的平均值 這樣來代表 它的random error 所以第二個treatment的這些數值 要減掉第二個treatment的平均值 了解嗎 第三個treatment的這些觀測值 要減掉自己第三個treatment的平均值 這樣子來估計random error 了解嗎 好 所以呢 當然這個是用來估計 總平均值是來估計這個mu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one way enoma的model 就是它把每一個觀測值呢 已經抽絲剝繭了 換了一個角度來看說 為什麼出現的這個觀測值 有所謂377762 一直到12647這樣出來呢 為什麼 因為呢它有一個叫做總平均值 加上了它接受某一個飼料的效應 然後呢再加上了一點random error進去 所以就出現那樣的數值 什麼意思呢 假如你要真的把這個估計值放到那裡來看著的話 它的看法就是這樣子 我們把它放到這裡來 這個已經記在腦子裡面了 好 我們把它放到這裡來看 什麼意思呢 它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叫做yiz 對不對 yiz為什麼會是叫做3呢 為什麼 因為呢 它有一個總平均值叫6 是什麼呢 我們要來 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每一個yiz呢 怎麼來的呢 是有一個叫y爸爸 加上一個叫什麼 yi-y爸爸 然後再加上一個 yiz-yi 這個就是總平均值 這個是treatment的效應 這個是random error 所以所謂怎麼樣出現這個3這樣的yiz呢 它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呢 我有一個總平均值叫多少 叫6 加上什麼 它是第一個treatment 第一個treatment的這個效應 這個叫什麼 -1 它是第一個飼料 所以呢 都要加上一個負1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負1就是它 然後再加上一個random error 它的random error是多少呢 加上一個負2 所以呢 就得出來 6加負1-2 出來叫做是3的意思 那對於第二個樣肯的時候 它每一個都是以6來出發 這6就是什麼y88 然後呢 每一個都要加上一個什麼 第一個飼料的效應 可以嗎 然後後面才加上random error 所以呢 這個是要加上多少 這個呢 加上正2 這個呢 這個呢 加上正1 這個呢 加上負3 這樣 所以後面這一個呢 就是它的random error OK 那對第二個 第二組來講 第二個飼料來講 它為什麼叫出現9 它叫6 加什麼東西 所有的都用一個6為基礎 去加什麼東西 加第二組的飼料的效應叫3 所以呢 它所有的都加上3 然後後面呢 再加的才是一個什麼random error 所以這個random error 第一個是0 第二個是多少 3 第三個是2 這個呢 負1 這個呢 負4 類似這樣 的想法 那第三個 當然也是6開始了 加上 第三個treatment的效應 是多少呢 是負2 然後再加上它的random error 自己去寫 這樣了解嗎 所以 所以你 我們在看的那個總平均值 其實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這樣把它弄起來了以後 所以第一個的 第一個飼料的話是6加多少呢 負1 這個random error 加小一定的 對不對 第二個呢 treatment的結果是什麼 6加多少 3 第三個treatment的結果 6加多少 負2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是用這樣子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所謂的這個YIJ的意思 了解嗎 所以它已經把它變成是這樣的角度來看看 也就是說 為什麼會發生所謂的YIJ這樣的一個素質出來 它是有一個叫總平均值是多少 然後呢 加上了我給它不同的treatment這樣的效應 然後再加上一些random error 所得到的這樣的一個素質 OK 所以在觀念上 改變是這樣子的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這個是講它的素質的一個觀念 這樣的模式 那我們還沒有講到說 它把平方核分成幾個成分的方法 我們要從這邊開始 把它平方起來 把它加起來 對 變成怎麼樣 我們把它所有的數值都平方起來 YIJ減掉 Y爸爸 平方起來 然後每一個J從1到N I從1到T 把它全部加起來 然後再加上兩倍的 這個不要忘掉 對不對 這個 小檔 我剛剛講比他還要看 小檔 小檔 有問題 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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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檔 然後把它合起來的意思 就變成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要證明的是什麼呢? 要證明的是這一個等於0 這個要等於0 等於0了以後就變成剩下這兩項 OK?好 這個為什麼會等於0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等於0的話 那我們先這樣子看看 把上面的差掉 所以我們要證明下面那個等於 這個等於0 那這個2就不要理它了 因為後面這邊等於0的話 乘以2還是等於0 所以我們只要看後面這個 所以後面這個會等於0嗎? 這樣子 J從1到N I從1到K 好不好? 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等於0呢? 我們先把它稍微分解一下 我們這邊I從1到K 我可不可以I先從1來? 我先看看I等於1的時候是怎麼樣? 然後再把它K的全部夾起來就好了 然後我找I等於1的時候呢 我後面呢 這個是不是這樣 J等於1 什麼? Y的1 J減掉Y1 然後呢 Y1 減掉Y8 我可以看的話 是不是這樣子 我I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變成這樣 可以吧 這個數字 哇 I從1到K 那我們先做I等於1 然後再做I等於2 再做I等於3 再做I等於K 然後全部夾起來 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先看I等於1 I等於1這樣 沒有問題吧 好 I等於1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是不是一個常數 這個可以挪 可以挪出來吧 這個是一個常數嘛 對不對 Y1bar-Y8bar 沒有跟Z有關係的 在這裡的變數只有 只有變化的 只有Z啊 所以乘上這樣 對不對 Z從1到N Y1 Z減掉Y1bar 是不是這樣子 換一個角度來寫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 可以吧 因為它是一個常數嘛 然後把它拿到這邊 把它變成這樣 好 來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等於多少 反應有一點慢喔 你這個是常數不要理它 後面這個呢 每一個 各個treatment 每一個觀測值 減掉自己的平均值 蛤 什麼東西 每一個 第一組的 所有的觀測值 減掉第一組的平均值 把它加起來 這等多了 0對不對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等於0 所以這個就等於0 會嗎 所以 i等於1的時候 會等於0 i等於2的時候 是不是也等於0 一樣嘛 就把它弄出來 後面的那個 就等於0 對 i等於2的時候 也等於0 i等於3的時候 也等於0 所以每一個都等於0 到k都等於0 所以等於i等於1到k的時候 全部把它加起來 好 這項沒有掉了 好 這項沒有掉以後呢 相對單純 剩下後 前面的這兩項 我們把它擦掉了 好 在這邊 好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式子 yaj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 yi- 這個是y bar y bar在這裡 每一個y bar 然後y bar在這裡 最高的 是y bar 對不對 至極的平均值是yi y1 y2 y3 bar 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什麼 第一個 這是什麼 每一個觀測值 減掉總平均值 來看 每一個觀測值 是這裡面的 最基本的這一個值 對不對 減掉總平均值 之間的差異 變化有多少 也就是說呢 我把這三個treatment呢 全部通通通都混在一起 這些數據全部混在一起 然後呢 我看它的 整個的變異是多少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來算 每一個數值減少平均值 然後把它sumple square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什麼 s s total 這個t 這個sumple square 知道嗎 這是什麼 t是total的意思 total total 這個叫做 平方合 OK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要看這些平均值 跟總平均值之間的差異有多少 我要看我這個平均值之間的變化有多少 是怎麼樣 那這些跟它之間的差異 好不好 所以這是什麼 主間的效應 叫做是 SS treatment 主間的平方合 或者是叫做 SS between 這個b的時候是 between treatment的意思 OK 或者是呢 叫做 treatment sumple square 就是treatment sumple square 這個t的話是treatment 所以你可以用SS小t或SSb 來表示主間平方合 那這個是什麼 這些 這些觀測值減掉自己的平均值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這一步 每一個觀測值減掉自己的平均值的 這個步 所以是什麼 這個叫做主內平方合 我們可以用什麼符號來表示呢 叫做 sse 或者是 ssw w的意思呢 是叫做 within treatment OK 所以呢 你可以用sse 或ssw 來表示 這一項 但是呢 當你這邊 假如用ssb的話 請你這邊就用ssw 為什麼 一個叫做 between treatment 一個叫做 within treatment 的意思 所以你這邊用ssb 這邊就用ssw 這邊假如用sstreatment的時候 這邊就叫ss arrow 一起用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這樣 你想要用這個的話 就用這個 然後用ssw你就跟著ssb一起用的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 總平方合等於什麼 主內平方合加主間平方合 是什麼意思呢 我總共的變異 這個最高階層的 所以你現在有三個階層 最低階層的是 我愛的 高一級的是自己的平均值 在你的想像裡面 把它起了一個樓房 高一級起來 這個呢 住在二樓的 有兩個 兩階在這裡 兩個平均值更高 所以它是怎麼樣 總共的變異是用這個 減這個 這是最大的 總變異 從底樓 從那個底層一直到二樓的差異 它分成怎麼樣呢 分成兩階來算 第一階 我從底層到第一階 然後加上什麼 從第一階到第二階 變異 這個 treatment之間的效應 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第一個步驟 把平方合 劃分成幾個成分 我現在是怎麼樣呢 把總平方合 SS total 劃分成它等於 SS1加上SS treatment 也就是說什麼 我已經把它SS total 就等於SS1加上SS treatment 劃分成兩個成分 所以這是我的第一步到這裡 可以嗎 所以這個以後 我就要開始來問說 為什麼我透過這樣子 平方合這樣劃分呢 我就可以來taste下面這個 平均值是不是相等 這樣子你說呢 下面要講的是這樣 那這一步你先要接手起來 所以就是總平方合 等於主間平方合加主內